准备 咱们打开了 今天的第六场赛事 第五集第二组 1200公尺的沙地赛事 屠龙勇士呢 现在是守在中间 但是前面有两匹很快的 包括有小心快跑 然后还有11号的黄金18都在前面带 另外一匹呢就是高级玩家 现在也是很快的从外篮位置切上来 跟在这个前列的马匹那边 然后呢大概是一个多贸位之后 有沙巴胜利啊 中间呢就是蓝色明唱 能者呢就守在内篮 后面一个多贸位之后呢 就还有这个幕后主使啊 另外呢在他的外侧则是坦坦狮王 接下来呢就 还有这个如意郎君就守在内篮 旁边有出乎意料啊 跟着外侧再上来的是太平皇冠了 转路最后400公尺的时候呢 现在就是小心快跑在内篮 但是中间呢就有一匹屠龙勇士 然后夹着一个呢就是蓝色明唱 看看这个高级玩家 高级玩家现在在外篮位置冲 另外有沙巴胜利 沙巴胜利的冲刺看起来更强 沙巴胜利在追这个蓝色明唱 蓝色明唱在里面挡不住了 沙巴胜利啊 沙巴胜利的走势非常的好 玛雅打败他的这匹沙巴胜利 打败了蓝色明唱 然后呢应该有一匹谈谈狮王啊 然后或者是外面上来的高级玩家 中间才有屠龙勇士出乎意料 然后呢就有能者是在内篮 跟着是卢翼郎君 下来呢还有小心快跑 然后呢就有这个太平皇冠 然后呢是黄金十八 沙巴胜利最终的大热门落到了沙巴胜利的身上 十一块钱毒瘾五块一的位置 一起冲的极匹马一起冲 但是呢沙巴胜利的最后的冲劲啊 是更加的强啊 对啊找段没有用的太多 他看到那些什么小心快跑啦 什么黄金十八啦 还有那个高级玩家啦 那些一起去前面的时候 他虽然跟着钱 不过他呢就没有说 哇推到要死要活什么的 保持他的这个实力啊 然后最后那两步啊 两百公尺啊 开始一发一打边特别有反应啊 因为高级玩家已经在第三第四叠用了一大堆力气了 甚至小心快跑已经用的七七八八了 还有这个屠龙勇士啊 结果呢这四号 沙巴胜利就省多力 就那两步